廣州中山紀念堂今日開啟25年來的最大規模修善 將在屋面揭啞保留並且修補飄善等等 工程歷增在明年的春節之前完工 馬東明報導 這個是上個星期四記者在中山紀念堂拍攝到的畫面 西停車場正常開放 現在停車場已經停用 工人正在這裏搭建違閉檔板 未來半年這裏將會用於放置施工物料 被水積染黑的磚塊 場面的面容看起來有點浮腫 外勒面裂痕清晰可見 部分泉子亦都骯髒了 這些與中山紀念堂的屋面有很大關係 中山紀念堂的排水設計很獨特 雨水通過屋面天溝轉折流入 隱藏在處內和場面裏的落水管中 再匯入大堂四周平台下密布的地下排水系統裏 中山紀念堂介紹雖然它們一直維護屋面天溝 還用機器人清理落水管 不過年久失修加上部分瓦片破損 下雨天很容易滲水 這次修善工程將會揭硬保留 更換破損的瓦片 而瓦片下的建築破損地方會修補 修復之後將會游上防水漆 另外還將會疏通屋面排水管道 修補屋面指同天溝飄蟬和蟬口泉紙 在中山紀念堂色不覺可以見到兩個簡易棚架 其實這個並不是施工棚架 是之前方便專家組成員到場嵌測而搭建的 中山紀念堂介紹 專家組曾經多次到現場揭啞體檢 把脈會產深層次的症狀 最終確定施工方案 同時專家更多次確認施工面 以及瓦片的形狀和尺寸等 以便訂製全新的瓦片 暑假開啟中山紀念堂迎來大批遊客 這些古建築肯定都要維護 因為它維護了以後大家才有更好的體驗感 中山紀念堂方面就說 會將這次修繕工程的有關內容 定期在公眾號上邊發佈 市民可以關注 另外整個施工期間 中山紀念堂將會正常開放 廣州電視記者馬東明回答